作词 李宗盛 把此刻好好纪念 别挥霍了时间 别辜负了时间 夜晚星星眨着眼 等着你许下一个圆 陪你看日落海边 我却只记得 你温柔的侧脸 有太多的位置 太多美好 在等着寻找 乘着阳光正好 微风不早 像明天奋跑 在夏日离开之前 让我们在疯狂点 那些没说的语言 没拍的相片 全都一一实现 在夏日离开之前 让我们在靠近点 每个难忘的瞬间 你都在身边 有你才完成了 夏天 在夏天 这张好适合关圈 这声音也太像结婚照了吧 而且要发朋友圈吗 你爱发不发 反正我要发 咱都有恩爱 一定要修出来 给我一下 那你帮我想个文案呗 余生请多指教 遇见你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运气 还是两个人等于我们 怎么听起来都有点别扭啊 这个好 苏世宇 苏世宇 菲菲遇到什么事都不要着急 大事啊 你跟凌薇上热搜了 好为咖啡股价 今天一大早涨了十个点 你的粉丝从六十万直奔九十万 这是舆论红利啊 我看了 私心要采访我的有一大堆 但大多数都是靠 要拔别人隐私出名的公众号 这种舆论红利是吃不得的 那你还不赶紧想办法压下去 比凌薇曾经身份刮得越久 事情就会越大 这种事急不得 先泡完这杯咖啡再说 这可真大 师傅 师傅 你干吗 大事儿 一来五名山了 我知道 怎么这么宝霉啊 这孩子 怎么想着来这种地方 小雨 我已经到五名山了 你在哪儿呢 我去接你啊 不用不用 没事 初遥已经给我发位置了 对了 我还有点事 可能耽误一会儿啊 菲菲 你帮我分析分析 我现在有多少胜算 我现在跟你澄清一下啊 我们的联盟早就解散了 而且我现在觉得 凌薇跟苏世瑜很般配 作为朋友 我必须要谴责一下 你这种挖墙角的行为 你什么时候占上道德制高点了 我一直都道德很高 三观很正啊 你不会才知道吧 我其实一直都不知道 那你之前不是还和我一起拆散他们 那是之前他们没有在一起 我那叫公平竞争 而且我就是想考察一下苏世瑜而已 但是你呢 你就是打着徒弟的幌子 在横刀夺爱 所以我必须提出意义 你说得对啊 那你应该就知行合一 和苏世瑜 保持距离 那我就以朋友的身份 站在他身边 辅助他的事业 帮助他成长 这样他万一哪天 觉得临位不合适了 应该还会考虑我吧 备胎计划 会对 什么备胎计划 这叫 呈现计划 往往坚持到最后的人 才会有回报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长线计划 我来给你分析一下 首先呢 从战略上看 嗯 好像是也没有什么问题 嗯 嗯 从战略上看 好像也没有什么瑕疵 是啊 哎 那咱们都这么熟了 你得帮帮我 嗯 高意思 别太紧了 哎 哎 我不是不想他和苏世宇在一起吗 为什么统一啊 菩萨 细女今天是来还愿的 细女早年丧夫 得菩萨眷顾 又找到一个 心疼我的好男人 对 小女儿成绩优秀 可爱伶俐 大女儿年纪不小 现在也有男朋友了 谢谢佛祖 哦 小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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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我这香火前要供到哪里去 新城则好 不用距离这些 不行不行 新城也要表示一下 施主 阿姨 您误会了 不不不 什么误会啊 您记得啊 做早课的时候 心里想着我点就行 谢谢啊 小伙子长得挺帅 可惜啊 是个和尚 小林施主过来了 这是刚刚那位女施主 供得香火前 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啊 哦 小雨啊 生活应该是精致的 不应该是敷衍的 做女人最重要的 你不应该是敷衍的 就是这么一丁点的仪式感 你把妈妈救你的全放了 生活呀 就是过给自己的 自己舒服就行了 再说我是来创业的 我又不是来度假的 不 照我说 女人就应该找个好人家嫁了 你说说你 什么事情都自己扛 很辛苦的 你呀 就是因为有这种想法 所以连鞋子都不会修 男人不可能时刻都在你身边的 这个是属于特殊情况 大部分时间还是能够指得上的 小雨 妈有两个问题要问你 你得诚实回答 第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把妈妈的朋友圈屏蔽了 没有 那么就是分组了 我 我从来不分组的 我不爱分组的 你看 这个 是你表弟截图发给我的 妈 你这个听我解释啊 这条朋友圈 不用解释 你连妈妈都分组了 你是找了一个 多不靠谱的男朋友啊 我现在就要见见他 呢 回来了 阿姨 这就是你男朋友啊 小伙子我挺喜欢的 知根知底的 我就放心了 就是年纪小了点 你和我们小雨在一起多久了 妈 你搞错了 这是我男朋友 怎么可能 这个小师傅 刚才我在寺里见过的 难不成 阿姨也好 那你呢 我是来教素材的阿姨 你 这么说是我搞错了 不是妙里的小师傅 他就是有信仰 他要去找住持便经的 没事穿个破布衣裳 剃个合上头 我不认错才怪你 阿姨是我的问题 让您误会了 那您给的香火钱 我也已经交给住持了 谢谢 那我问你 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为什么住在山上 他是搞种植的 种植 城邦商 供应商 供 供应商 那不就是个面朝黄土 背朝天的 阿姨 其实我现在没工作 我上山就是来种茶的 你连工作都没有 那不就是个无业游民 你连自己都养不起 那怎么行 你们家 不会只有这间木屋吧 不是的 这间是租的 小姨 你来一下 快点 小雨 你找个没房子我没意见 还租个木屋 你这样会不会太亲见自己啊 什么叫亲见自己啊 那我的房子也是租的呀 人家三观镇 平行好 对我又好 还要怎么样啊 反正就是不行 我问你啊 你是打算在这儿过一辈子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反正我现在过得挺开心的 好 阿姨 我刚忙完 您找我 书彦啊 来来坐 书彦啊 嗯 阿姨有点事想问问你 您说 这个小林和我们家小雨 她是怎么在一起的 阿姨 这个事您直接去问师傅 会比较好一点 嗯 就她那个性 她要是肯告诉我啊 我就不会今天才知道 她谈恋爱了 嗯 你看 你一直跟着她 肯定知道 告诉阿姨 嗯 一开始是 师傅先主动的 然后 他们 就在一起了 还主动 他们在一起多久了 有没有拉手 有 有没有亲嘴 有没有更深层次的路 阿姨 那个 他们在一起不到一个月 但是其他 我真的就不太清楚了 哎 我 我好像 心脏有点不太舒服 那个 不好意思 阿姨 我就先 先走了 哎 哎 一个月不到 也就是说 刚开始啊 嗯 你不是开启备胎计划了吗 既然是个长线计划 何必在乎一时的事 那我也经不住阿姨她疯狂补刀啊 一个做长线的人 这点考验都经不住 我劝你啊 还是趁早撤退 你干吗给我泼冷水啊 我这是劝你理智 咱们分析分析啊 苏氏与妈妈 现在显然是不同意她 跟凌薇在一起了 我知道 可师傅她就是那种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倔脾气 其实我觉得吧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放弃 我怎么觉得你根本就不想我成功 你这是在帮我还是在拆我啊 你脸这么红发烧了 怎么会 我妈说要在这里住下了 期限未定 你妈也很久没见你了 你得多陪陪她 一会儿我去帮她买点日用品 如果我妈跟你说了什么 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我怕要跳你刺了 那也是关心你 不关心则疑关心则乱 这些年我都是这么过来的妈 突然关心我还不喜欢 你也会怕你晚上冷得特意去镇上买了个被子 这被子扎不扎人啊 这可是镇上最好的被子了 那行 我就凑合睡一晚 那明天我送你回去啊 我也可以凑合多睡几晚 小雨 你们俩好了一个月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 你们俩牵手没有 牵了 拥抱没有 你是不是接下来问我 我们俩有没有接吻 小雨子 才一个月 什么都还没了解清楚 你可别乱来啊 跟妈妈说 你们俩有没有 那个 妈 你说什么呢 晚上睡觉不是吧 小雨 我看她那样子也不像个亲父的人 小雨 妈跟你说话 有没有 没有 睡觉 好 你们手里这蚊子太多了 阿姨 要不我去给你拿点艾草 不用 我受不了那味儿 那尝尝菜吧 山里啊比较朴素 所以呢就简单做了几道素菜 但是都是村民种的 纯天然有机素菜 难怪啊 把你吃的面黄巨瘦 阿姨 那您尝尝这个 也是我们小新村特色 吃糯米做的素团子 吃吧 谁做的呀 是林蔚特意给你做的 粘粘牙 那尝尝藕夹吧 这藕夹 里头连肉都没有 怎么吃 还有啊 你们这厨房里怎么连窗户 都没有一个啊 蚊虫飞来飞去多不为生啊 那山里就是这样啊 你要受不了的话你就下山吧 怎么了 我就是说让你们注意餐饮卫生 我有错吗 这饭没法吃了 对不起哦 我妈妈就是在城里住惯了 所以她就有些挑剔了 你 你不要生气我 那是你妈妈 跟她对着干 那不是让你所有为难吗 她住不长的 你得再委屈几天 我不委屈 爱屋即屋 而且我看得出来 她呀就是刀子嘴都不心 好天心呀 小宇 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啊 马上就去了 你赶快去吧 不然小林陪我好好逛逛 好的 阿姨 那你好好陪下我妈妈 去忙吧 放心 快走吧 快走吧 这上面就是我们晒豆子的地方 林薇 吃了吗 吃了 这位是 这位是小宇的妈妈 凌兰阿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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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沙婶 大伙都这么叫 我急着找我家溜溜 回头啊叫林薇带你到我家来喝咖啡 好 溜溜 溜溜 林薇 您回去吧 好嘞 好嘞 好 我正想去找你呢 我们家女婶子啊 做了好多你爱吃的东西 还有小苏的份啊 谢谢村长 客气啥 别忘了去拿 好 二棍奶奶 我来 哎 哎 哎 年轻 年轻就有力 好啊 我来 我来 好 你小心腰啊 哎 谢谢 谢谢 您也回来了 对 吃饭了吗 吃了 溜溜 对 带阿姨逛逛 嗯 家里来客人了 嗯 带你走啊 阿姨 我们往上面走 阿姨 我帮你拿包吧 不要 哎 喂喂喂喂 现在召开紧急会议 请大家踊跃参加 我再通知一遍啊 现在召开紧急会议 请大家踊跃参加 村长 你把大家伙子找来 要做啥呀 这三七基金会呢 是由我的亲姐姐 静岳女士承拐 当初 这三七基金会 不是给咱人村捐款的 那个基金会吗 捐款人一直用得匿名 原来是静岳啊 没错 这么多年来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 我们村的基础建设 道路修铺 教育资源都很完善 这是他们捐款的所有名息 这么说 我们村收成不好的时候 都是他在资助啊 我说嘛 我们村每年 年底的时候都有一大笔的补助啊 是 金月这么多年呢 也做过一些错误的判断 为此我们小金村 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一夜之间 所有人对他横眉冷对 恶语相向 他成为了我们小金村的千五罪人 但是就是这个千五罪人 在被我们抛弃之后 他还在为我们默默地付出着 他拿我们当亲人 但是我们呢 甚至想要把他驱逐出主府 这样对我们 公平不 还不是因为有些人啊 老是揪人家小辫子不放 搞得人家要对我们好 都得偷偷摸摸的 我们在座每一位 和金月都是同族 如今金月走了 这十一里香 成为了他这一生的遗憾 但这又何尝不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遗憾呢 对 现在他儿子凌薇 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 回来中场了 我们不应该阻止 我们反而要去帮助他 我说他对吧 我说他对吧 他 他 他要重就重吧 只要他有这个能耐 是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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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关完了吗 能回去了吧 差不多了 我就想带您看看 上面就是小时光的办公室 马上到了 你还真热情啊 是 还对人家这种态度 就是就是 小苏妈妈 村里逛了吗 逛了 怎么样 还美吗 漂亮 这就是小苏妈妈 小苏妈妈 你好啊 大家好 哎 林伟 给你说个好消息啊 三七基金会的事 大伙都知道了 村里唯一的老顽固 同意中查了 您说花叔 他不是三天两头 去查风闹吗 村长都发话了 看他还讲了看 那还得感谢村长 要不是村长细心啊 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 是你妈在一直帮助我们 也不用感谢我 其实你花叔啊 没什么坏心眼 这么多年 你妈一直支持我们小近村 他心里有数 还对了 林伟 我听说 你爸质押了自己名下 所有的资产 让你接手基金会 这是不是真的 嗯 那基金会现在运营 岂不是很困呢 你有什么需要 我们大家帮忙的 尽管说 不是什么大事 待会儿也不用操心 我先带小苏妈妈 上去逛逛 嗯 快点走吧 累死我了 拜拜 拜拜 来 再见 走走走走走 成为恐怕 这次的事不小啊 嗯 嗯 事不小 小苏她妈呀 一看就不好搞定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什么啊 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说的 阿姨 这就是小苏平时工作的地方 你先休息一下 我帮你倒点水 来 怎么还负债了 这就是我的茶棚 这就是我的茶棚 小心 我种的这一批是春茶 水里香 比其他茶种的营养价值更高 它的营养价值不仅有 这些年全沾我鞋上了 您坐 我帮您擦擦 不用 我自己来的 林薇 你是不是负债啊 是啊 我上网查了 你被限制高消费了吧 说白了啊 你现在就是个老赖 你说 我能把女儿交给你 这事很复杂 复杂 复杂你就别把我女儿牵扯进去啊 我自己的女儿 我最了解的 她呀就是一时兴起 坚持不了多久 她现在愿意跟你在一起呢 是这热乎劲儿还没过去呢 你说等热乎劲儿过去了 这儿的生活 她能过得了吗 我现在是给不了 小雨优渥的生活条件 但我才尽我所能地改善 可如果您想劝我放弃 那我不可能 你说啊 我那么大年纪的人了 还等你给我花个病啊 我告诉你 你忽悠得了小雨 忽悠不了你 烫死了 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 阿姨 我先送您回去吧 三表舅 你走慢一点儿 这路可不好走 这条路我从小走的次数 数都数不清 闭着眼睛我都能走到家 书月 你们先拍着啊 我一会儿过来找你 好 再见 三表舅 您今天上山采的是什么药 梨好草 梨好草是吧 对 就是您背后篮子里背的这些 是的 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草药 你在干吗 你干吗把茶苗缠走啊 别烫坏了 就不活了 得挪走 不会啊 你平时很爱惜他们呢 谁弄的 没事 妈 小语 你回来了 你看 我这画插得怎么样 把林卫茶苗烫坏了 你有心思在这插花 不就一根茶苗吗 你这是这么声讨你妈妈呀 什么叫一根茶苗 那是人家辛辛苦苦 没日没夜 照不出来的心血 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有什么办法 而且我已经道歉了 我作为一个长辈 你对我这是什么态度啊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跟她在一起 但是妈妈你真的做得有点过分了 你知道吗 你的意思是我是故意的 我这么做不是都是为了你好吗 你说你好好的城市不待着 非要跑到乡下来找苦受 你说跟哪个当妈的心理不担心呢 林卫哥你想得不一样 她不是没钱没本事 她以前有过成功的事业 但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 不一样的你知道吗 不是有钱就要成功 你的意思是 妈妈掉到前眼里了 我贤疲爱富是不是 那不是吗 我多余 我多余 我多余管你 既然你不喜欢我待在这儿 我现在就走 我走 你选择 我最后要看到你 我自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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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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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够抱 你可以出来 你这话 我自己有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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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